当地时间6号,美国白宫总统医生凯文奥康纳通报,一周前新冠病毒复检呈阳性的总统拜登最新检测结果为阴性,出于谨慎考虑,他将继续隔离,直到第二次获得阴性检测结果。 7月21号,拜登首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,出现流鼻涕、嗓子痛、疲劳等症状。一周后,拜登新冠病毒检测结果转阴,随后结束隔离。 7月30号,拜登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再次呈阳性,重新进入隔离。他一度出现轻微咳嗽症状,但是没有恢复用药。